来关心因应春节返乡人潮指挥中心第一批释出的 1500间集中警疫所提供给返台民众来居住 截至今天中午为止已经有685人订房成功了 订房率达到了4成6 而且是以中国返台者居多 另外先前有台商抱怨说住在集中警疫所 好像住监狱一样 对此指挥中心也提供了房间内部的照片 强调其实房间的风格还蛮多元的 但还是有警疫者认为不同警疫所 包括了棉被和餐点的差异太大 直呼心力很不平衡 农历春节脚步逼近 想定监防疫旅馆越来越一防难求 指挥中心赶紧释出集中警疫所首批1500床 8号晚间8点开放订房 立刻有大约400人抢预订 统计到9号中午已经有685人订房成功 尤其在1月23跟1月24这两天最多人订 程序上面都非常的顺畅 那没有什么客树的问题 但之前有台商抱怨住在集中检疫所 就好比待在监狱 指挥中心医疗应变组副组长王必胜 连忙po文澄清 检疫所风格相当多元 民众虽然无法自行选择房型 但大部分的住民都表达满意 真的是这样吗 台式新闻独家取得民众在检疫所的餐点照片 住在北部A检疫所的民众指出 早餐都是吃冷掉的吐司馒头 其中一餐的午餐更是只有热狗冷掉的薯条 还有鱼肉蔬菜 对比另外一家检疫所则是有热腾腾的便当 至于棉被部分一家检疫所提供厚棉被 另外一家只有旧式棉被 让民众直呼差很大 另外有检疫所在民众解隔离之前 举办折棉被比赛 军官就教他们折棉被 要折成这个豆腐酱 参加的人比你想象多得多 我们还有比赛 毕竟14天都只能待在房间里头 透过小比赛 也算是检疫期间的苦衷作乐 最后点我们明镜特别高党